10月11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进入第二天。 中国导演张艺谋在山西平遥电影宫举行为了电影的每一秒大师班活动。 在与导演贾张科对谈的两个小时里,张艺谋回顾了40年的电影生涯。 他说,心中有团燃烧的火不会熄灭。 可能每一个导演的现场都是这样子,但是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 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一日游,连一日游都达不到。 很多年轻导演不断的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场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 28岁那年,张艺谋结束了7年的工厂岁月,希望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 从最初在电影《黄土地》里担任摄影师,到凭借处女座《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雄奖。 张艺谋打开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 数十年来,张艺谋都不愿让自己虚度光阴。 因为青年时候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 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我感觉是中国电影最忙的一个导演。 几乎每年都想拍新电影。 如果每一年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觉得很虚度自己。 2002年,张艺谋指导的电影《英雄》横空出世。 如今,被众多评论家称之为中国商业大片的开山之作。 追求极致的张艺谋,也把她的完美主义体现在英雄的拍摄细节中。 秦上黑,一百匹马它不长的都不是黑的呀,各种颜色都有啊,花钱,给马给鞠了。 我印象中刚鞠鞠出来,马师骑出来了,又黑又黑的,漂亮。 又穿上黑盔甲,我们试装的时候,哇,大家都说,就是秦兵的马队来了, 据张艺谋透露,尤其指导的警匪电影《尖如磐石》已经制作完成,正在准备送审。 年底,会准备拍摄一部全新的谍战片《悬崖之上》,尝试一些全新的电影类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